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诗敏 在剧中饰演的是金瑶 你这都焦发 老娘的蜡手催定了 剧中的金瑶就是一个非常勇敢 非常敢爱敢恨 然后会有一些小聪明 就为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人 去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很勇敢的女生 最印象深刻的戏 当然就是我跟谢飞的那一场吻戏 从走戏开始就已经非常的紧张了 因为很多人都在 然后导演也在 就亲身教我们该怎么演怎么演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而且当时我们在走戏的时候 没有真的轻 只是走戏 我就已经红得像个番茄 快晕倒的那种状态 所以就还蛮紧张的 我觉得谢飞这个人物 我对金瑶一开始是很排斥的 我今天的告白不是来让你允许的 而是来通知你 你无权拒绝我对你的喜欢 因为她认为她自己想要的女生是小宁 不是金瑶 然后到后来她对金瑶的转变是因为 我觉得金瑶用了一个很聪明的招 就一开始我是黏着你的 然后到后来我就对你爱搭不理的了 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你习惯了之后 突然间有一个人不理你 你也会就觉得空了少了点东西 然后她又开始反回来 金瑶是我的助理 你说话是不是应该客气点 她在办公室里为自己出头 可能谢飞是无意的 但是在金瑶看来就是非常的受用 谢飞这个人 她其实是一个很爱吃的人 我们会与人一举吃火锅啊 然后肉啊 她这个很爱吃肉的 我跟小宁很适合的一点 就是我俩身高也差不多 对吧 就个子差不多 所以我们两个也不用在剧中穿很高的鞋 就都平平的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要你来了 要 要 还有什么地方 海尔兄弟 海尔兄弟 我觉得我们两个穿的就是 海尔兄弟 很有缘分的穿的一样的衣服 其实不是故意的 然后赵志伟还非常过分地给我们拍照 还发给他朋友说想不想看葫芦啊 太过分 但那个照片真的很好笑 我自己也有保存 就要开布的时候再 可以发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还挺可爱的其实 像我觉得孙艺宁她 不拍的时候她都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旁边睡觉 那么就是没有太多的那个表情什么的 就是她也需要她的一个她的放松的方式 就各有各的放松方式吧 果汁很甜 但是没有你听起来很甜那么甜 很疯狂 对了 就是你 你 以后 我 感谢观看